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Maya 你有没有发觉 神父那件衣服是白色领 挺特别也挺有型的 是啊 但是很多衣着品味都很漂亮 不一定要穿白领 你不看看Lady Gaga 她够型够潮 Lady Gaga 怎么可以的 神父是神职人员 怎么可以穿得像Lady Gaga 就是这样的 找鬼来听她说耶稣吗 那不一定要穿白领 可以穿蓝领 或者红领 红色? 红色好像红卫兵一样 其实神父他们经常说 自己是天主的仆人 那就是工人阶级 那应该是蓝领才对 为什么他们走了去穿白领 Mr.Joe 为什么 Made Karen 神父白领的服饰 和表达老公阶层完全没有关系 在以前的西方 很有学问的人才可以戴白领 饱读诗书 满腹经论的人才有资格戴白领 今天的神父他们除了有普通大学位之外 他们还要读三年哲学 四年神学 才有资格被考虑可不可以做神父 所以神父用传统的白领 想服饰来表达自己的教育程度 一点都不过泰的 明白吧?